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那因為首先呢 因為我對你的感冒 我今天就不說講太多話 那等一下王道楊老師他在拍的 他在中間就已經會有要跟各位對話的部分 所以大家等一下就不用客氣 他如果問什麼 或者你們覺得他想著有什麼值得討論的 你就直接寫出來 好那我就把事情再給王道楊老師 謝謝 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你有聽過我任何人的演講 你就知道說 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做完 所以請你們發出聲 請你們參與 那好 第二個是 好我先講一個笑話 因為跟這個節目有關係 你知道 有多少人是在這個 就是有參加過 就是第一階段學測 第二階段申請入學的 這樣子的入學制度 有多少人參加過這樣子的 所以年輕的 年紀跟我們一樣大會 又來大多 那 好 所以 在這個兩階段的 這個 就是 第一階段學測 第二階段是這個 這個 資料審查 跟口試的 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呢 這個兩階段呢 他的目標是顛倒 第一階段是學測 什麼叫學測 學測 學測 其實就是比試 其實就跟 不管是以前的年考 或者是現在的指考 是一樣的 所有的目標是什麼 你就是要倍多分 然後就是希望你的答案 跟標準答案 一模一樣 越接近標準答案 你就越高分 對不對 好 問題來了 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通常 就是資格審查 捨資料審查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 被審的資料 然後這個 然後你要準備 就是要穿得很漂亮 像 像這個一樣 然後就是要去口試 去面試 這樣 那這個時候 如果 你 不管是你的資料 或你的被審的資料 或者是 你在口試的時候 你的回答 如果跟標準答案 一模一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有當過任何的 不管是面試官 或者是看任何的履歷 你應該就會知道 你翻到第五份的時候 你大概已經不記得 一份在寫什麼 你等到全部看完的時候 你大概只會記得 就是平均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呢 跟 對 哪一個人是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不管是特別好 或者是 特別差 所以意思是說什麼呢 意思是說 那個被審的資料 如果大家都是寫這個 我這個 出生一個 幸福美滿的家庭 家庭的小康 不管的話是民主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範圍 對不對 好 那可是如果有一個人說 我就是出生在這個 偏鄉 然後擔心家庭 每天可以幫忙打 這個 會是加分 還是購分 這個一定是加分 因為這個 就是這個 模板 或者是跟根本答案 是不一樣的 那因此呢 這個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的 避勝策略是什麼 那個 我的效果 我常講的效果是說 就是在 就生理台大經濟系 就會看到 就是不知道是誰 講的 就是不知道哪個遊戲辦 還是什麼 學長姐說 你要生理台大經濟系 你要怎麼辦 你就要跟 你就要去 台大經濟系 那個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技研究所 那個扁額造像 然後 然後當你的 被審資料封面 那 所以我們就會 就不管是誰審查 就看到 就是那個資料盤 就120分 全部都是 YEAH YEAH 然後等到 就是 你看的第一份很新鮮 你看到第五份已經麻痺了 看到最後的時候 你大概就顧 那 所以呢 在 這樣子的情況下 必勝的策略是說呢 如果你有聽說 啊 要推真 口試要怎麼準備 要怎麼回答 或者是必勝資料 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 不要那樣做 就對了 那 好 這個像話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我 必須老實告訴你 你問我新鮮 怎麼樣 我告訴你 待會兒我可以討論 你們各式各樣的答案 可是 我 你可能會答應 我最後會告訴你的結論 就是說 不要這樣做 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子 好 第一個是 我 我一開始 我會先界定 就是說 我們討論要怎麼討論 那不過呢 其實我是希望各位 一起 我自己也準備了很多 特別在網路上 收集到的一些建議 不過呢 我想就是 我也希望聽聽各位 各位 不管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有聽過別人講說 這個 這個 到底應該 這個問題是什麼 跟怎麼做 那不過呢 所以我這邊大概架構先給你們看 第一個是說 要問的是說 現況有什麼問題 對 如果現況很好的話 那我們更不用問 不用問怎麼明經濟啊 反正 就是 就讓現況這樣 繼續做下去就好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 那什麼叫做 對 那而且呢 就是你下一個要問的問題 是說 產生這個現況 背後的原因 是什麼 那這邊是有因果關係的 不只是 不只是這個 相關係 或者是 他們都是發生 所以就一定是 民主性 那這邊我要特別 講社會學的幻謊 那個 社會學據說 他們認為說 因為社會現象太複雜了 所以我只能 只能解釋現象 然後 不能做預測 那 可是按照 按照 那個 川普普的 定義的話 就是說 你不能提出一個 可以被否證的 預測的話 這個叫 偽科學 那 所以如果你 不願意做 預測的話 那就是偽科學 這樣 不代表說 社會學 沒有人文的價值 因為 人文學是一個 相對於科學 它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學問 這個 這個不代表 公學沒有價值 比如說 歷史 大概也不能預測 我們不能回到過去 然後去改變歷史 那 可是不代表這沒有價值 只是說 我們如果要討論 什麼是社會科學的時候 那按照這個定義 你不願意做出 因果關係的預測的時候 那這個叫 偽科學 順便告訴你 就是按照這個定義 其實 有一部分的經濟學 其實也是偽科學 所以大論兩招 不過就是要問的 第一個是要問現象 然後追問的是說 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 一定這樣做 我們才會問說 請問理想的狀況是什麼 舉例來講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我們要討論教感 教感很爛 現況很糟 大家都是貝多芬 怎麼樣 多慘多慘 那可是下一個問題說 請問理想的狀況是什麼 那當然 如果你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當然會認為說 就是 這個一切在這個社會主義的天堂 就會 問題就會解決 這個沒有錯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可能相信說 這個在世界上都不會解決 只有到了 到了中末來臨的時候 這個 這個耶穌基督徒 再來很多事情才會解決 等等 這邊有不同的那個 那 這邊的話要注意的是 你要 你要能夠講出來說 要夠誠實的講 你是基於什麼樣子的價值判斷 來講說 這個 這個理想的狀態 那 因為這邊的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判斷 那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判斷 可是 這個必須要很清楚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還是問說 我們怎麼從現況 這個有問題的現況 可以過渡到這個 這個理想 理想的這個 這個情況 這樣子 那 這邊的話 不需要是講說 通常 身為基督徒學家 第一問題 一定是說 誰買單 因為就是說 如果說 天上會掉錢下來 那當然 一切都好談 反正 我只要收買的 所有人 所有人都高興就好 可是問題是 當天上不會掉錢下來的時候 那 你就要問說 好 如果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現在說 我們要 我們為了這個教育這麼糟 我們應該 應該花更多錢在教育上面 那 你馬上要問問 你說 那請問你要花更少錢在 什麼東西上面 如果你說 這個 這個長期照護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老人 都 都出來亂講話 好 那我需要給大家長照 好 可是問題是說 那 請問 請問 你要少付 什麼錢 對 那這個其實最明顯的是 比如說 我們的年金改分 就是 在65歲退休之後 我們的人 不同的職業 他們會引到不同的 不管是 老房年金 工房 或者是軍房 或者是國民年金 好 可是問題來了 你知道我們國民年金 我們的老房級 拍什麼廣告嗎 他們拍那個廣告 那個老房就 網頁上就拍那個廣告 他就說 這個 每個月 每個月繳一點點 65歲開始禮 三年半 就還本囉 好 問題是說 如果說 每個人繳的錢 這個 繳一點點 然後65歲開始禮 不到69歲 所以你之前繳的錢 就已經全部還本了 那請問從69歲開始 到我們的期望壽命 男生是計時幾歲 女生可以到80歲 那這後面的十幾年 那個錢是哪裡 別人請的錢是哪裡 沒有 國民年金是每一個人都要繳的啊 所以沒有別人啊 每一個人都三點半就還本了 那所以 所以這個老老局是咒我們 我們當中有人 不到60歲就找死 所以他的錢 別人可以分嘛 可是問題是 你要有足夠多的 不要忘記 有三點半就還本了 後面還有十幾年 所以你要有四倍的人 找死 才能夠去 才能夠去 把那個錢拿來 付給那些其他人 那 對 我老實這樣講 如果說任何一個商業的公司 告訴你 有這樣子的一個商業保險 是這樣子 什麼三點半做完本 你大概要懷疑 他是不是老鼠會 那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國民年金是一個 年金制度是一個 強迫參加的老鼠會 對 對 這邊就變得是 所以為什麼說 你要問說 請問這個成本是哪裡 就說 這邊是一個誠實的原則 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 願意揭露 這個 我提議的這個方法 他的成本是什麼 因為如果 成本不是問題的話 那 都不是問題 好 第二點是要討論的是可行性 那個 什麼意思呢 經濟學 我通常說經濟學 只有八個字 就是上有政策 然後呢 下有對策 那所以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的 我們 我們政府非常好心的說好 所以我們這個 所有的人 都有運價 你要不要想想看 過去 從2009年到現在 真的放到運價的是哪些人 那 對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呢 這個 你上有政策的話 其實 給定不同的情況 下有對策的結果 這個政策 是不是能夠貫徹 是不是能夠實行 是有一個落差的 那 所以這個問題 問題是說 下有對策之後 你的政策還剩下多少效 那當然 譬如說 如果我們的勞動環境 勞資談判的不對等到一個程度的話 那當然 結果就是說 你就算是嘴巴上說 老機板有 有運價 有這個 有那個 實際上 就是 上班 打卡至下班 責任師 就是 沒有人為你加班費 而且 所有人都自願來加班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考慮的 好 所以 大概就是講的是這樣子 所以 順序是說 先問現況問題是什麼 然後原因是什麼 然後理想的情況是什麼 然後跟我們要怎麼樣做 這樣子 所以先問問題現況是什麼 然後再問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最後是說 從現況到目標這個過程 這樣子 好 那關於現況的話 要請你來幫助 我昨天看到 報告百合這篇文章 這是 這個 這個 Angela說 地心環境是誰造成的 嗯 我不相信你看得到這個字 因為 我覺得我視力一點 我也看得太大 那個 可能要請 我來念嗎 我來念 聽得到嗎 聽得到 那 在過去十幾年 一個移工一日公司可以2500元 但是幾年過後 熱購從20元上到30元 房子從100萬上到1000萬 但薪水還是一日2500元 這個環境到底是誰造成的 然後 FB連結 FB連結 不知道 昨天跟黃慶生老師LPM 喝幾杯酒下去 他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 只要做一天的水泥工 就可以養自己一個星期沒有問題 那個時候做這頭巨的薪資 一天是2500元 幾十年的時間過去 現在我們這頭巨的薪資 並沒有比較高 而我們都知道 剛剛說面紅利網5元上到30元 今天我們從100萬上到1000萬 然後最近我認識一個年輕人 所以他這個 就這一個發貨版的文章 他是一個FB的文章的轉貼 那 他開始講一個人一個人 他認為台灣的問題 好 所以這邊剛剛 他裡面的是第一段 第一段是什麼問題 薪水沒有漲 薪水沒有漲 可是物價沒有上漲 所以薪水的實質薪資的不上漲 這個是他講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來看 所以這個是現況 現況這個是不是問題 是問題 為什麼是問題 窮馬 窮馬 活不下去 可是問題是說 等一下 要有 只有一個人薪水不上漲 是不是問題 不是 那要有多少人薪水上不上漲 才是問題 什麼料中產階級 或者是要有多少人 什麼料中產階級 或者說應該說 你看 如果你看 中產階級的興起 是在公衛革命之後 在公衛革命之前的話 中產階級不存在 那所以那個時候 那請問 所謂的薪水第一 什麼樣的中產 才是問題 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好 那所以什麼叫做 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有iPhone 是不是 最基本的生活 不是 可是問題是 其實 對 以台灣的自衛型手機補給率的話 大概只有我還沒有iPhone 這個不是iPhone 你知道嗎 這是沒有訊法的iPhone 對 這是沒有訊法的iPhone 沒有 那是iPhone轉型 所以真的沒有訊法 iPhone 好 對 可是以台灣來講的話 就是說 說不定 到底這個 有自衛型手機 也許不用iPhone 可是至少你也要有一個 不管是以卵即時 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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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品牌 或者是 總是要有一個自衛型手機 可是問題是 那 那 你如果有自衛型手機 那你要不要吃到好 還是說 對 現在最便宜的吃到好 一個月是多少 388 388 那所以 所以 好 還好 還好問題 對 這個我覺得還好問題 對 因為對某些人而言的話 吃到好388他們找得到 所以他們就可以吃到好 可是有些人找不到 那 你如果是中華電信的話 你可能要一千多才有 才有知道 好 那所以 對 所以 你馬上看到說 當我問說 薪水低 是不是問題的時候 你馬上就有一連串的問題需要 那所以 你們覺得說 好 給你 我剛問了一點 質疑你們問了這麼多 你們可不可以想出一個 比較 就是 你可以提出一個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薪水低勢問題 房價和生存條件 就是 生活成本很高 好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辦法 我去計算一個 所謂的 生活的成本 然後 相較於生活成本 這個大概會跟物價有關係 跟房價有關係 然後我去 我去問說 那 我的薪水是不是有拿到這個數值 這是一個做法 那可是這邊有一個困難是說 嗯 欸 好 剛剛有人提到房價那個 買房子算不算是 算不算是 生活成本 你要有正常的居住 對 好 那因為就是說 說老實話 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的房價 在過去的15年 是 是這個 對 從SARS之後 從湖底這樣 這樣 一路狂飆 可是你知道台北市的房租 改變多少 那所以 其實 以所謂的生活所需的話 其實 其實你在房屋上幾乎沒有變動 那可是問題是好 問題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22K 大家繼續領22K 這不是問題嗎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說 你們要想清楚說 這邊所謂的低薪是問題 到底 它為什麼是問題 可是出租的房子 多少 好問題 出租的房子 多少到底有沒有變動 呃 我可以 我可以告訴你 對 我確定的事情是說 台北市的公率都蠻高的 對 空中的櫃製 樓層 樓層 全部都是已經 有不差距的兩級社會櫃層 沒錯 所以 對 所以這邊馬上有看到 對 這邊的話 第一個是說 對 所以第一個是台北市公園 這是一個問題 那 這是一個現象 那 所謂它成為問題 為什麼是問題 是說 因為有些人要租房子 如果真的有些人 租房子租不到房子 可是 有人買的房子 擺在那邊 然後不願意租給他 那 這個就變成問題 好 那可是問題來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 都租不到房子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決定來講 就是說 如果說 在學校的宿舍 那個 升多舟少 對不對 那 租不到房子的結果是 什麼 他常常提供的價格 會提高 喔 他就只好去住外面 然後外面的價格 就會提高 對 那可是問題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人 想要租房子 租不到房子的話 那租屋市場 應該要看得到變化 那可是租屋市場沒有變化 那所以 那所以 那所以請問這些人是去哪裡 是不是住父母家嗎 還是 租屋市場有變化什麼都是有變化的 租金的 房租的 所以房租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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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有一個可能 是 對 所以這邊有一個可能 是 是說 雖然租金價格沒有變化 可是大家開始 哇 萬一一到新北市 一到林口 一到 就是捷運可以通到的地方 對 這是一個可能 而且居住的位置已經下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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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這邊你馬上看到就是說 這邊 呃 比如說我們光談 一件事情 比如說房價太高了 什麼叫 或者說 或者說這個 租不到房子的問題 它真的是不是問題 跟它為什麼是問題 其實就會有很多需要來問 好 後面有沒有 我可以想 就是大概總歸 總歸 總歸 我就是教授剛才講的這一招號 我大概也不可以提 因為教授要理解的是什麼 就是 到環境上 不管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人民 只要有能夠去應應的方式 比如 比方說 欸租嘛 本來是租臺北市 現在急於延限我可以租 那基本上 我的基本需求 其實捨非的 那必須做成 極嚴重的問題 什麼是真正嚴重的問題 是缺乏源頭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國家目前 不好意思 缺乏什麼 我們現在聽不到 源頭 因為現在全球的景氣 其實狀況都很適合 什麼源頭 什麼源頭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 好 現在如果國家的景氣 全球的景氣都很好 那全球的百姓 要求很多很多的 就是說我要有iPhone 然後我要住市中心 然後我要住最便利的地方 然後我要讀明校 我要去美國留學 這些都不成問題了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 如果大環境的景氣融窟 到一定的循環的狀況 然後 沒有這所有的解讀 可能不是教授的意思 然後大環境的景氣融窟 到一定的循環的狀況 他可能是在一個無敵的狀態 然後大家是應該是 怎麼樣去軍營環境 因為我的想法是 我 我是 我是已經當了好幾名的家庭主婦 我的父親啊 我的父親他本身 六十幾歲還在工作 因為他一個月 月太消是三萬塊 那基本上 我們所有的子女 可能沒有辦法 我們合力一個月 我們可能一個月要攻擊他 超過三萬塊的費用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然後 所以他必須要 用他自己的正業的才華去 去換取 可是我自己的公公呢 我的公公跟婆婆婆 我的公公在南亞掃地退休 然後我六公呢 他本身因為車禍腳受傷 所以他在家裡面 待了二十幾年沒有工作 但是其實他們家的生活 過不過得去 其實OK 很多人都在這邊廣告在講啊 老年配罪要怎麼辦 起碼要準備一千五百萬 他們家需要一千五百萬的話 我們那間房子 還不到一千五百萬 那我們的房子現在還在繳房貸 然後全家公婆 還有大公我租 還有我們一家三口請住 然後但是 其實我們的生活過得好快了 我公公他每天早上 九點鐘開門去公園 然後十一點回來吃個午餐 然後下午三點看完電視又出去公園 再回來 他的退休生活一無所缺 他有事有助 他也沒有跟我們要求 很多很多的零用錢 沒有我只是先講到這裡 我正在想 所謂現況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盡向心來看看 我們的國家目前面臨的 一個真正迫切 迫切的關卡在哪裡 如果我們只是看自己 那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自己可以解決的 以我來講 我每個月入付出啊 那是因為我的運望太高 因為我從小的國度過得還滿少的 對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 我聽了 聽了教授的講法 然後再回想 我關我婆婆 其實 我的生活可以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也要怎麼想到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那個 我 我先 comment 一件事情 對 如果你回到這裡的話 對不對 理想的狀況是什麼 跟你的價值它們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認為說 就是 不用賺太多錢沒有關係 或者說 我生活夠用就好的話 那也屬於別人認為現況 這個現況是問題的 是 你可能認為不是問題 是 這是有問題 那所以像 我非常感謝他願意把他 把他公國的情況講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誠實的把 把你對於就是 理想一下的判斷講出來 然後所以 你認為說 就是 薪水沒有很高 不是問題 這是OK的 那可是 同時我們要學習的 問的問題是說 那 可是如果你的 家族判斷跟我的 家族判斷不一樣的時候 那 那我們也要理解說 別人 基於 不同的家族判斷 他可能有一些 就是 他認為現況 是問題 那 可是說 這邊就變得是 需要去比較 就是說 有些人認為是問題 有些人認為不是問題 的時候 那表示說 這個問題 對某些人而言 他們覺得是問題 可是 不見得是 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是問題 那 所以這邊的話 在整個社會討論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 很重要的 因為 譬如說 新政府該不該拚經濟的時候 那新政府該不該解決這個問題 那對某些人是問題 對某些人不是問題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決定 這就變成是需要的問題 對 好 那 對不起 可是我覺得 就在市郊 並不能 就是 你說 租金一樣 改到市郊 捷運沿線 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像我現在就在淡水 每天到行鮮宮附近去當志工 我一天的交通費是一百塊 那 我兩個禮拜 我交通費 我已經銷了一千多塊了 那我現在是住親戚家 親戚獨中山女高 他一天的交通費也是一百塊 那他獨中山女高五三年 試問他掛了多少交通費 就算也許淡水盒 房價便宜 而且還是捷運沿線 但是他花的交通費 他花的時間 我覺得那些也是常算 對 所以 關於就是房價這邊的問題 其實關鍵其實是說 我要問的問題 不是買房價 因為淡水買的 其實看你買哪裡 你如果真的坐捷運過去 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特別是晚上 晚上搭過去的話 有一整排都是 整棟只有不到五戶燈是亮的 然後每一戶都很一層 就是一戶那種 可是也有就是比較平價 那當然 可是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請問租房子的比值 在台北市沒有錯 如果你真的要租房子 租在台北市裡面 他的房租是比 如果你要租在新北市 或者是要來的貴 那這個差距 顯然會跟你的交通成本 跟你的時間成本 是有關係的 那 可是問題 就是當我回到我說 這個租金是不是有很大幅的上漲 或者是說 是不是有很多人 他們想要租 租不到 那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就是要看說 請問就是我考慮了交通成本之後 那這個台北市的租金 或者是所謂的大台北地區 生活的租金 他是不是有顯著的改變 那因為就是說 如果你看 比如說 各大學附近的租套房 學生租套房的價錢的話 那個很顯然會跟 就是那附近有多少的學生 或者是 比如說這個大學 他蓋了多少宿舍 台大如果有新的租車落成 周圍的房東全部都是 插在那裡 因為就是 願意來租的就變少了 那個房租價格馬上就會反映在那裡 那所以就說 這邊的問題是說 是不是真的 就是我們如果只是看 買的房價的時候 那這可能不見得是正確的 可是說 或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房價一直上去的話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租金 就是台北市平均的房租 並沒有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這個差距到底是哪裏 好 那個 對不起 剛剛你還要回應嗎 還是沒有 沒有 好 那個 對 我本來只是希望給各位 一個一個去看這一篇八卦 我怎麼知道 因為他裡面列了一大堆的問題 那可是我們可以馬上去 去問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問題 那關於低薪 我自己先講 我覺得低薪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是問題 好 第一個是說 薪水的高低的改變 不管是一畢業的進行 或者是未來的發展性 你要去比較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說 現在的未來發展性 跟以前的未來發展性 是不能比的 對 那可是問題是 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全球景氣融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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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問題是說 可是如果你看 假的像美國 美國 美國30年前跟美國現在 那個差距有非常大 或是說差距有台灣這麼大 那所以 這邊第一個要問問 那為什麼台灣的差距特別大 那說不定這個 就是說相較於 就是全球景氣融窟的造成影響 那台灣的這個差距拉得特別大 那這個說不定 你說 這個說不定 你可以視為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全球景氣不好 可是台灣最長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 如果 台灣連14季黑啊 那個時候 在前陣子 你再看的 你會知道吧 連14季黑 然後反黑回去 F-R簽帝 台灣的外銷 都是黑暗 對 好 那所以 台灣的話 我不去老是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以前人不過太爽了 就是說 你如果去看人類的歷史的話 可以有 有哪一個世代 是可以連續 有兩個三十年高速經濟成長 所謂高速經濟成長就是每年 經濟成長率5%以上 只有戰後就沒有戰 而且只有台灣 就是說 現在的所謂的 比如三年級 或者是 的那一批人 他們在 從台灣就是戰後開始的 那二三十年 那個經濟起飛 然後呢 到了 到了80年代末 九年代初 開始 再又有二三十年的 這個 就是去對岸 再一次高速的經濟成長 那 對 那所以 其實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如果我是三年級的 我一定說 這一切都是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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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 是說 你如果看人類的歷史的話 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你可以是二三十年 在一個地方 每年 這個經濟成長率是5%以上 然後之後呢 再換到附近另外一個 另一個地方 再每年經濟成長率 對 現在是什麼 保八保七是 對 保七很困難 可是就是 它還是比那個5% 要高非常多 所以就是說 再怎麼 這個還是幾十年的 然後就是5%以上 就是被中國所謂的高速經濟成長 請問數據正確嗎 請問數據真的正確嗎 OK 對 這個數據可能是有問題 對 這沒有錯 所有人都懷疑中國的數據是一個問題 對 這個是沒有錯 問題是說 你即使用最低的標準 比如說 他們 據說他們 要發現中國的數據是什麼問題 是看 比如說 他的 那個 能源消耗 因為就是說 他號稱保八保九 可是其實 能源消耗的成長只有滿足 你知道這個 這個落差是一個問題 2015年 2015年初 中國的國營企業 也是剛剛給工業 搭好幾多家 甚至是 有教師被欠興 然後有國營企業被欠興 然後被 比如說當時 被預警的倒閉 然後之前沒有 沒有起三倍 上街頭 然後被 我只是老實講 中國有資本管制 所以就是說 你說我投資中國 你在前面 沒有會出來之前都不算數 那可是其實是這樣 就是你帳面上的 這個成長 都還是在那 至少到現在 那所以 意思是說 沒有錯 就是說 這邊一個問題是說 中國那邊的所有的未爆彈 如果在你 撤資之前 爆開來的話 那 對 就是 剩下多少 這個是很大的困難 沒有錯 那可是 至少就是說 在這個 在這個 衛炮彈 還沒有發生之前的時候 那 至少這些三年級生可以說 雖然你們這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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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經濟一次 沒有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經濟成長率 是怎麼算 是以國民平均生產好額來算 還是以基層百姓的生活的水平的上升程度來算 OK 好 傳統上經濟成長率的計算 是根據你這個國家全國的生產力的計算 全國的生產力也就是說 資本最高與資本最低的總共 然後 據說 中國在2014年以及2015年 狂買外國的產業 那我不知道這個部分 有沒有算進去看 國民生產 毛額的經濟成長率 這個我不懂 買 買產業這件事情 本身 並沒有增加你的生產力 可是你買了之後 買了產業之後 對 你買了之後 可不可以用它 生產更多的東西 這個部分 才是 才是所謂的生產力 對 那就好像 你問我說好 請問這家公司的財務報表 他的獲利是不是真的 對 就是 如果你有接觸過任何的會計報表 你就知道說 對 這邊有很多CEO可以 可以作帳 可以去影響 影響的空間 避稅作帳 然後任何方法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會告訴你說 只是看那個帳面上的數字 這個會有問題 那 好 好 好 還是基層的打破比例高 這個部分我們有沒有實際的數據 OK 好 那個 對 我打得差 因為看起來現在大家討論很熱烈 不過呢 我們的活動 因為也有更多人想舉手發言 不過呢 因為我們的時間九點半還是要結束的 所以呢 在那之前 因為老師已經說了他自己希望跟大家互動 所以我就不會說太多話 只是我要先說九點半的時候 我還是會跟大家說要結束 之後呢大家講包圍老師 就自己介紹 所以你們可以考慮是要在大家面前 問老師還是之後包圍老師 OK 好 那我直接跟我這邊可以列出來的直接講 就是說 通常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是用它的生產率計算 下一個問題是說這個生產率生產出來的東西給誰 這個分配的問題就會是重點 那所以所得分配不均當然就會是被視為說是一個問題 那可是當然 你說所得分配不均 你馬上可以問說 那什麼叫做不均 我要怎麼測量 像 321世紀新資本論 它裡面特別講 就是什麼 1% 0.1% 0.001% 等等 那或者說你要量出這個 所得差距最大 那非常簡單 你拿0.0001% 會不會 你只是拿首付 就拿首付去跟那個 隨台灣最 最窮的那個 的遊民去比 那遊民收入是0 對不對 所以那個差距就是 無限大 那可是問題是說 你今年是無限大 明年還是無限大 後年還是無限大 就這樣的比較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不代表說 我們可以在某一種 某一種分配的測量方式下 去看說 所得分配不均 是不是一個問題 這樣子 好 那我 我跟你說 就是 在新政府一選上的時候 有好幾篇文章在討論說 到底新政府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我這邊也給你看 這邊有就是 對 我這邊有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 吳勝正 這是中原院的院士 他是之前的經紀會主委 他認為 沒關係 這個字很小 我都一個一個看 第一個是說 他認為 新政府的五個挑戰 是 低薪 所得分配不均 年輕的失業困境 年輕改革 跟 減少缺水限電的不可預設性 他這個這五個挑戰 親愛的教授 我們都認同 所以這個部分 可以先在過 可以先看到 您的解決方案 我們可不可以 老師整個準備講 好 可以 讓老師依照他的數據講 謝謝 那 這些是現象 所以 下一個問題是說 請問 低薪的原因是什麼 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是什麼 年輕人失業困境的問題是什麼 年齡改革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減少缺水缺電的不可預設性 問題是什麼 這是下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如果確定知道原因的話 我們才能夠問做怎麼辦 是 那下一個是 陳博士老師 他是 也是前主委 對 就是這個八年遺讀時代的 對 的經驗位主委 奇怪為什麼 都 你會找這種的 你就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會講這個 那 他認為的問題是說 他說台灣的經濟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最早是這個 就是戰後的恢復 再來是就是發揮這個 國際比較利益 所以我們的勞力則很低 再來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的輸入問 第三階段是追趕先進國家 第四階段是超越先進國家 那所以他說我們追趕沒有追上 那當然超越就更不用 那所以他認為說就是 關鍵的挑戰是這個 我們講了二十年的產業升級 都沒有升級 那當然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追趕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升級 就是產業升級背後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然後 這再來這位還是 簽著我 對 我們 我們的管控影院是 他還寫了一面 他特別認為說 現在是屬於最慘的時候 因為 你今天投資不正 出口摔退 國內生產總值是負成長 兩岸關係不確定 這個 地動天搖 這都是問題 那所以他 不過走去是這樣 他有開始講他這個原因是什麼 他這個原因有什麼 第一個是 法律不合適宜 什麼叫做法律不合適宜 什麼叫做法律不合適宜 我們的法律沒有 他是說 那個 還不夠有力 對資本家不夠有力 然後另外有他說 台灣的產業 重視硬體 不重視人力支援 那所以 你看到說 這個可能 冠老闆 這種老闆 有可能是低薪 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 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企業是 只重視 我要買好的 最新的硬體設備 然後可是 這個 這個人 沒差 那你不要幹 那個 你學弟會幹 像這樣的時候 當然就是問題 好 下一個是說 他認為說 是一個不敢推 任何有爭議性的政策 我先不敢推 我先不敢推 蛤 喔 好 對 你問我說 請問他 他使的是什麼 他是說 不敢簽服貿嗎 貨帽 貨帽 還是說 他自己有在推的是 那個自由經濟區 對 對 那個跟貨帽不太一樣 對 對 所以 所以 最後一天最好笑 最後一天是 直接 回應 不管 都可以 好 反正就是 他是一位 他現在在國外工作 然後 對 那 那 那 我覺得說 他的觀察 他是一個 他人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他蠻 蠻 就是關心台灣的 情況這樣 那 他特別講 他特別 回憶管 周銘老師講 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特別指出來 他認為說 法律 復合十一 其實 有一點點 誤導 他說 什麼叫法復合十一 的誤導 是這樣 他說呢 你如果去看 台灣金融海嘯的時候 發生很多的 慘案 那 可是他說呢 可是今晚會到現在 還沒有 任何的 立法 去規範說 我衍生性金融商品 可以賣給誰 然後這個是由銀行公會 自己去 就是這些自律 你們自己決定 好 那請問你想的 如果你是黑心理專 請問你會把 衍生性金融商品 賣給誰 那當然是賣給 有錢又比較好騙的 肥亞 對 對 那 那所以 那所以 問你說這個叫做 法復合十一嗎 好像 反而是說 你 你沒有做這種違反 那 類似的情況 我們 上個禮拜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 這個第一銀行的 ATM被人家 這個 這個植入 那個神奇的 神奇的城市 然後就遙控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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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就就就補了8千萬出來 好 請問 好 請問 這個事情 是 是 是因為金管會沒有管 那個ATM 今天天下雜誌 剛剛有一個報導出來 他們按照就是 儘管會要求的 就是那個資質訊安全去檢查 全台灣的幾個重要的 那個十幾個台灣的分土銀行的APP 最輕微的是有四個檢查 只有一個沒有過 少數的 像玉山銀行是少數 只有一個沒有過 可是還是有問題 那可是其他的全部都是 就是說 那據說這個是儘管會說是他們如果真的要金融檢查的時候要檢查項目 所以應該是各位銀行你們要自律 你們要自己去檢查的東西 可是大部分的銀行全部都是兩三項 甚至四項全部都廢 那所以就說這邊你問我 我會說 欸對 這邊有一個困難是說 到底什麼叫做法令不可適應 或者是 就是這個到底 那甚至今天報告就有報告出來 他說呢 完蛋了 這個易營這個事情之後呢 居管會一定會開始對於金融創新 就是那個所謂的fintech 就是開始做很多的管制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說這個易營這個問題 是因為這個fintech 是因為這個金融創新造成的東西 那顯然是有一個落差在這邊 那可是如果說 安樂事情拿到稅 基本會就開始 欸不行這個金融創新不可以做 現在也不能做 反正第三方支付也不行 那可是問題是說他如果管一大堆 跟真正問題是無關的時候 那當然結果就變成是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那最明顯就是說 各位剛報過稅 所有報稅一定要用IE 一定要用這個 一定要用中文的Windows 那據說今年有APP 可是好像這個所有使用的人都哀鴻片皮 因為就是送出去 然後這個 然後就是無法送出 然後不然就是你要update 不能update 有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這邊其實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所謂的法令不合實益 其實這個背後不見得是真的法令不合實益 有可能是有一些這個處理上的問題 所以蘇竹教人講的他講了兩點 他講的第一個是說 政府的行政裁量權 太大 那所以譬如說 他剛才講的例子 讓銀行公會自己自主管理 那個衍生性商品可以賣給誰 那這個當然是 因為沒有這個法律 所以就是監管會用行政命令 就決定說 這個你們自己去管 不要讓我知道說 你們都是賣給那些費用就好 那反過來講的例子是什麼 是據說就是說 有任何外國人要投資台灣的時候 那這個對 這是政府要審查 好問題來了 什麼樣的審查會過 什麼樣的審查不會過 那你如果是最黑心最陰謀論的想法 就是說對 就是有篩錢給那個官員的就會過 沒篩錢的就會過 嗯 好 我老實告訴你 這個在對岸最多嘛 所有投資 所有投資 外資進中國都知道 就是 中國的有關係就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有關係 所以他們那邊是這個的極致 這個叫太子黨 就是說 你一定要 就是你的外資進來 一定要有一個太子黨來當你的門神 然後 然後你才能做這種事情這樣 台灣的話 我覺得台灣太子黨的情況 應該已經比 跟對岸比起來應該是小很多 可是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即使沒有 沒有 明目張膽的 說 對 你檯面下給我多少錢 我才願意給你 可是即使是沒有這樣子 對 現在公務員都會害怕獨立 獨立業者 因為這個馬上就會被告別 可是問題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 有另外一個反面 那他什麼都不敢同意啊 那 只有就是說 比如說 上頭說 這個案子要 那他就好 上頭說要 那我就拿 那所以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只有上頭說要過 你才會過 其他人全部拿下 那所以 那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是一個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 結果就是說 這個 什麼事情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能做 結果就變成是一個 要靠關係 或者是說 要上頭同意 才會通過 那 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 就是說 你要有任何的 有任何的創新的時候 那 你馬上就會遇到挑戰 我 我自己的電腦 我為了我自己的電腦 我去買行動鏈 我還特別挑了一個是 可以插 插頭的行動鏈 就意思說 大部分行動鏈就是插USB 可是 我要插筆電 所以我需要一個可以插插頭的行動鏈 我後來終於在這個 我們偉大的三創那邊買到 然後我說 這個我好像在 在美國亞馬遜看過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 對對對 那是我們第一代產品 那 你現在買到這個是第二代 然後他說 那我說 那為什麼第一代我在台灣有看過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 因為我們通不過NCC的電子檢測 他好像就說 任何台灣的電子展秘 一定要經過電電子檢測 然後我好像是要付10萬塊 一件10萬塊 據說不過的理由是因為 那個檢測人說 沒有看過可以插插頭的行動鏈 所以他們只好就是第二代研發更安全 申請了專利 證明說 沒有看過 可是我們就是有專利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的 然後他們第二代終於過了 終於被打給上市 好 那如果我們的 當然有可能這只是意外 就是說可能是不小心 他們這樣 可是問題是說 這個反應出來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政府的行政材量權 大到它可以去阻止新的產品上市 或者是阻止新的服務出來 比如像現在有Uber 然後交通部現在最新的規策是說 我們要開發台灣版的Uber 對 對 那就好像說 如果你有看過任何 譬如說 任何GNV做出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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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政府 公開政府 那個政府預算視覺化的話 你就知道說 公家版做出來的 台灣Uber 跟實際上Uber的那個差距會有多大 那台灣號稱電子化政府 然後可是 什麼都不行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那顯然 就是任何的創新被拿出來的時候 要嘛就是被 對 就是如果你遇到行政材量權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只要有運氣 不然就比如說 你有沒有跟正確的人吃晚餐 不見得要塞錢 對不對 我們一進步到 不是說塞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說你認不認識 或你有沒有跟正確的人吃晚餐 那這樣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 如果台灣 那我 我們跟他說 台灣 產業升級 要升級 要創新 做不到 給定這樣的行政材量權環境的話 也只是剛好而已 對 因為就是我先去萬苦 發明一個新的東西 結果我就說 這個 有疑慮 我們還是不要上市 這個公司如果還願意 再繼續的開發 那真的是謝天謝地 所以 就這個法律不合時宜的部分 它其實證明出來 說這邊不見得是法律的問題 不見得是立法的問題 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行政材量權的問題 或者說其實反而是 反而是不立法的問題 另外 他提出來的 他認為問題是 是中央銀行人為的壓低率 對 對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金週刊 昨天 昨天有報 那 那 央行馬上就是 有這個 這個 33頁的信用稿 那 我要講的是說 師父家人這邊講的 其實還要再更陰謀多一點 金週刊 講的版本是這樣 他說呢 因為就是說 這個央行為了要 幫助台灣的出口商 那 那 如果說 新台幣貶值的話 這個對台灣的出口商是有好處 因為他賣東西是用的經濟價格 可是換成台幣的話 就會換多一點 那 所以他 他 他要付 他的薪水數 的原料產 都 都比較好 那 所以 為了出口商的好處 所以 央行就 就 等於就是犧牲了 就是說 我的行動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說 iPhone 好問題 對 各位買iPhone是買多少錢 來 調查一下 iPhone 6s 那個 好 64g 是多少錢 那你可以分空機 或者是 每個月 2萬 8萬 對 大概接近3萬塊 2 3萬塊錢 好 用3萬塊計算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全台灣 每一個買iPhone 6s 的人 不用付3萬塊 他只要付1萬塊 這樣子對全台灣人民的好處多大 好 耶 不用用以卵即時的 或者是 不用用這個 這個 中國人的手牌 或者是什麼 其他的 我可以用iPhone 好 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說 美國人買iPhone的感覺 其實就 彷彿是說 對他們而言 一台iPhone 是1萬 那這個差距 為什麼我們的iPhone 是3萬塊 這個差距的來源 就是 所謂的 用 用 明目會語 去轉換出來的價格 跟 就是如果 你用所謂的 實質會語 去轉換出來的價格 或者是 用 他們叫做 購買硬評價 的轉換的價格 大概差距是 這樣子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為了讓台積電 或者這些出口廠商 可以 好好的賺 外匯 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 每一個人iPhone 都變得要 從1萬元變成這3萬塊 那問題是說 這一個 這一個 就等於說 對於全社會而言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你必須要考慮的 因為 當你把匯率 當你 當你匯率拉高的時候 我們iPhone 也便宜 可是 台積電 或者那出口商 就 就 就賺比較少 那到底 什麼樣子是一個 最好的 情況 這就必須討論 那 這是為什麼 我說 理想的情況是什麼 你要先問的是說 你背後的那個 你認為理想的這個價值觀 價值觀 價值判斷到底是什麼 這都會有關係 好 可是事物家人講的 其實比這個 還要再更陰謀論一點 他說呢 你知道中央銀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目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中央銀行每年繳庫 繳多少錢 中央銀行的 的盈餘 他每年繳庫的數字 是佔了中央銀行總預算的10%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呢 就是說等於說我們 就說等於說政府在稅收 在其他的收入上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 滿足 他的 他需要的支出 有一個這個缺口 10%的缺口呢 是由中央銀行腳步的這個 這個英語來填起來 那所以這邊的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 即使你不是我們的 我們12A總裁 你是一個很頻繁 都是BBBBB的12B總裁 那你在面對說 你每年要腳步 就是你要負責幫政府 賺他的總支出的10% 出來填他的那個缺口 那你要怎麼辦 那 對 那所以俗里加蘭的陰謀論是說 就是給定這樣子的腳步壓力的話 任何的操作的辦法 就是只好去壓力規律 然後可以透過壓力規律 來賺到他需要的引力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必須老實講 我為什麼叫陰謀論 就是說因為這邊沒有任何證據 我如果背錄下來的話 明天我就會被66頁的希望狗 就是來跟我講 所以我要再給你講 就是說 這個沒有 這個講的是 是一個 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是說 如果說有任何一個證明 他的財務缺口10% 就是說他的總支出的10% 都是必須說中央銀行來 你要負責給我錢的話 那任何一個央行總裁他的操作 我勢必就要被這個東西給欠證 好 那在這樣一開始 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越高 他就無法賺到那麼多的角落錢嗎 這個不太理解 OK 對 這個部分 對這個部分牽涉到 那個 問題是說中央銀行要怎麼賺錢的問題 對 那個 不過 在某種意義上 必須說 其實央行自己 也是一個出口商 那所以 他 就是他 跟他買到了美金之後 他要賺錢的辦法 就是他把這些美金拿去國外投資 然後再換回 台幣 那所以 他自己也是出口商 所以 如果 壓低新台幣匯率的話 他換回台幣的時候 他就可以換 換台幣 不過 就說 我譬如老師講 這個實際的操作其實原理這個複雜 所以 我不應該太誤打各位 不過就是 基本上有一個 就是說 跟他操作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 當他壓低 匯率的話 他換回新台幣 對 不過 確實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壓床要怎麼賺錢 其實這本身是一個 是一個很大的選擇 好 我想請問老師 要查出來 因為這個部分 是說 在這個 人為 這一個是 人為壓低匯率會導致 某種某種產業化升級 這個環境 就是 好 OK 好 所以 這邊有一個是說 為什麼 壓床要壓低匯率 我們剛剛講了兩個 一個是說 為了 讓出口商有競爭力 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讓他可以滿足 他 他 法定 腳步餘兒的這個 這是兩個原因 好 可是下一個問題是說 請問壓低匯率的壞處是什麼 那我剛剛講的一個是說 所有人買iPhone全部都變貴 那 對 你就想像說 如果 如果我買iPhone 只要一放很多 就是那樣的 那 可是另外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 那 不過我可以老實講說 這邊也是他有 這邊是有一連串的副作用 那個 那個 我 我自己 就專門研究這個 時政總理經濟的同事 他們是專家 他們會講 他一個一個副作用 那 好 這邊我 好 這邊我講一個 有一個很明顯的副作用 是說 他壓低匯率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說 讓 讓新台幣變得很便宜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呢 從 外資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把錢 匯進來 要來操作 要做各式各樣的投資 是蠻划算的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 甚至有人 任務 或者懷疑說 台灣的房價不斷的往上飆 其實是跟 就是說 因為新台幣會率被壓低 使得很多的外資都 都進來 然後他要投資 他找不到更好的投資標的 他就全部去買房地產 是有關係 那所以意思是說 當然就是說 這邊 好 我為什麼講到壓榮話非常小心 就是因為 會有33件新聞來 所以 所以我 我只能擴免講 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 這個 這個 新台幣會率被壓低 有一個效果是說 讓台灣的利率也很低 然後另外就是說 很多外資進來 然後全部去買房地產 造成說 台灣的房價 就是不斷的飄升 所以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因為 假的台灣貨率很低 那他還捐土資 他將來要換成他本國貨頂地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一樣 要用等於 因為台幣低嘛 人花更多錢要放回去 那所以我理解可以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 就是實際上 我們的貨率其實不應該那麼低 而是對人物壓低 所以那些外資他們會假設說 那我們過來買之後 我們應該可能再更低了 你覺得也是一個放回去家人 或會差 所有的外資 你要看他都是相對 等於是說 我同樣買台北市中心一棟豪宅 如果是一億豪 可是換成美金 因為這個會率被壓低的話 他相較於 香港一棟豪宅 或者是上海豪宅 或東京的豪宅 比起來的話 台北市的豪宅 給定同樣的條件 比較便宜 那所以怎麼辦 當然就是我外資要 他要 假設是美國的外資 他決定我要投資 亞洲哪一個地方的房地產 他當然看到 欸 台北市的特別便宜 那我就來買台北市 原因是因為 新台幣一億 如果我們的 紅線匯率是 比如說1比32 是不是 我想問問 可是如果是一個外資的 投資商 我會看說 那在未來的10年 20年 到底香港房地產的成長量 會比較快 如果台灣必須有辦法 超過那成長量的話 我並不會覺得 OK 對 所以這邊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說 我買了之後要幹嘛 對 那就整體而言的話 就是說 你先不過不是只看房地產的話 就是說 給定同樣的 同樣的投資報酬率 那可是 就是說 當我是用美金進來買的時候 如果那個實質匯率跟民匯率有大的差別的話 那 那 我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我 我只需要投資更少 我只需要付更少的美金 就可以做同樣的 同樣的投資的話 那 我不會選擇台灣 那 那 大家 這邊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 買豪宅是要花1億對不對 如果 新台幣對美金的匯率是1比32 那 我就 我需要花多少美金 可以換到1億 好 300萬美金 乘以33 大概是1億 所以我需要300萬美金 才能買 特別是一個豪宅 然後 那不管是 就是說那個豪宅的投資報酬率有多少 可以去計算 那 那不管是因為 他慢慢生肢 或者是 我拿去 我拿去 租給別人 或者是 做什麼樣的運用 這樣子 或者是我自己住 那 可是 給定同樣的投資報酬率 或同樣的運用 如果說 現在匯率是1比20 那 我要拿多少出來 那 我就算他不換 那 就是 這個 就外資的角度來講 他會直接看到的是這個 匯率造成的這個影響 好 那個 這個 好 OK 就是 會必要低 對你產業的影響 應該是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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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如果你生肢的話 你的錢就變值錢嘛 你變值錢 你的出口的壓力會變大 所以你不得不 你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生肢 生肢嘛 所以這是一個 你找到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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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銀 第二個 就是你 鑫病之前 你就可以去買國外的基礎 這是第二個 有問題嗎 接著你的話 因為這事情在臺灣發展 沒在末期的發生過 我是雅好成小豆的身分率方式 去追求職位的產業升級 可是呢 這其實最後保證是 整個臺灣的整個產業的動作 包括斷了因為市值證據做 不是上位於產業就可以直接升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高級到達201200 而且是有這種想法 更緊張是嗎 OK 好 對 超級 剛剛之前講到另外一個是 就是一般被認為說 這個量甘惠玉的一個不好的影響 是說呢 因為我的惠玉第一 出手商工可以繼續有賺錢 這樣叫毛三道四馬 毛利三道四馬 那所以他們就沒有這麼需要升級 這是沒有的 那可是如果說 這邊的解要是說 我如果讓私產必升級的話 就說他們就背貨要產業升級 不然他們就走不下去 那可是這邊一個問題是說 那同樣的事情其實在 從前信貸幣1-40 掉到1-32 28的這個過程也發生過一次 可是顯然那個時候 唯一造成的結果是說 這這些人就跑去大陸就好 這樣子 那所以我會告訴你 是說 對 所以就是說 原因是什麼 就現象是什麼 跟原因是什麼 跟到這個解藥是什麼 其實這邊有 其實每一個步驟都有一個落差 那所以是需要想清楚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會告訴你說 對 就是說 當你去調整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匯域的時候 好 因為在這種意義上 那個時候其實是倒過來 就是其實是 壓榮榜榜 把利率拉成 那所以 在那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那造成的一些結果 跟他預期的結果 不見得是一樣 這是為什麼說 你要看那個 政策 在經過下雨對策之後 是不是會被抵銷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 對廠商而言的話 那 我這邊活不下去 沒關係 我就移到 那個 深圳 蘇州 還是 現在新南向政策 所以移到 越南 印尼還是 哪裡去 所以這個其實 還是需要 所以 那 而且在這種意義上 我們現在的總裁 在之前 就是在那段時間 他是外匯局局長 所以 他深知到說 這個 這個 拉高匯率的危險 那 所以在這種意義上說 其實 我不是 百分之百的反對 說 應該說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有這樣子 的態度 或這麼害怕 是難兵會生進來 因為 在這個 從40到28的過程 其實其實是有很多的問題 這樣子 那 所以 你問我個人的看法 我會說 這都確實是一個 因為任何的 惠譽的改變 就是 有贏家 有輸家 對 大家的iPhone 夜都一萬五人 很爽 可是 那 對 那 可是就是 這些 如果所有的產業 全部都外移了 找不到工作的 那些人怎麼辦 這個 一定是有 是有一個 就是必須要討論 那 可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 有財務缺口 所以 比央行 一定要繳庫 繳多少 這樣 這個部分 顯然會是 就是 身是有問題 不管 不管你想要 射匯率是 射什麼 等於是說 等於是說 我們大家最早的少 可是我們 我們錢還是要照樣滑 那怎麼辦 就是 等於 等於 就必須要想辦法去到處 希望天上錢 掉下來 所以 央行你要負責 掉錢下來 這樣子 那可是 這樣的結果 如果是真的 因為這樣的結果 讓央行 有這個用意 要去 去 那 確實 這一個 你某種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 確實是需要擔心 因為這個東西 跟其他的 跟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對出口商 對出口商的 這個影響 是無關 是完全是因為 這個 就有點像是說 在那個 所謂的惡性膨膨的時候 就是因為政府 政府沒有錢 怎麼辦 就是叫B一樣 黃金鈔票 是類似的 那這個 這個顯然是不太好 好 那 好 那這邊給各位看的是 一大堆的問題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 好 我自己 歸納的 有三個重要的原因 那不過就是說 我為什麼說希望大家 一起來想 就是說這個原因到底 是不是 是不是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下一個是說 我為我鬥掉 這是我為什麼 我覺得需要大家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有什麼樣的 老闆 會造成 低薪造成的 就是 只重視硬體 不重視軟體的能力資源 然後等等 這次就完了 那 這一點的話 在那種意義上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就是說 之前八年代 從1比40 升到1比28的時候 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是真的造成 那個產業公共化造成 問題的原因 在這裡 就是說呢 好 問你來 如果你是老闆 你靠什麼 賺錢 那最明顯的是對岸 對岸他們就直接擺 你就是太子黨 所以你一定要有 我跟太子黨 在你的 那個 公司的 董事會裡面 然後這樣子 你才能做 做自己 那 在台灣的話 大概 已經沒有這麼 這麼明目展覽 那 可是 確實 台灣還是有 不同的 不同的公司 有些公司是真的是 以提供好的產品 然後提供好的服務 來賺錢 可是 有些公司 你會發現 奇怪 他的產品都很爛 都被罵死 可是呢 他總是 有生意做 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叫做 群來資本主義 就是說 他能夠賺錢 是因為他認識 就是 正確的人 而不是因為 他提供好的產品 或者是 那 對 那 這個通常是藍綠通知的 為什麼 這個 據說 搜國禮券 的事情也是 我們的徐老闆 半夜去管理 所以 這個 這又不是說 一定是哪個黨 或者是什麼 那 這邊的問題在於說 如果 一個公司的 老闆賺錢 不是因為 他提供好的產品 好的 好的服務 而是因為 他晚上跟正確的人 吃飯的話 那請問 他需不需要 有生產業的員工 不需要 他需要的是 好的花筆 陪他去吃飯 所以 這邊的關鍵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大堆這種 就是說 不是靠提供好的產品 好的服務 來獲利的產業 的企業 的公司的話 那我們得到低薪 然後失業 然後守得不均 這個 這個只是剛好 對 這個 這個我想是 是一個 要大家問的 那當然 這問題到底有多大 這個不需要 因為 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產業都是這樣 有些產業非常的明顯 可是有些產業不是 好 可是呢 除了這個 產業的 等一下 如果說 銀行的資金 都是貸款 給這些 有絕代資本主義的這些公司的話 那 真正的 新創公司 真正傳到創新 想要提供好的服務 好的產品 他們拿不拿得到資金 就 就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說 就是說 他是不是拿得到最好的文產 我等等 說 這邊就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 所以你問我的話 就是說 台灣的第一個問題 是所謂的 絕代資本主義 那或者是翻譯成 這個 這個對岸就是太子檔 那 當然 相較之下 我們比對岸已經好太多了 對岸是 你只有太子檔的企業 才活得下去 所以所有的外資都知道說 你要把某一個 某一個太子檔 放到你公司的 那個 董事 或者是什麼 董事長之類的 這樣 讓他負責去出運這個部分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另外一個 根本的問題是說 過去的那一套 現在沒有用 那過去的那套是什麼 你們有聽過那個 李柏鼎多厲害 然後什麼 的故事嗎 來 我講一個笑話 那個 溫世仁在 他跟蔡志忠寫了一本 那個漫畫書 叫做台灣經濟的苦難與成長 他上面寫了一件事情 他說呢 他認為台灣的電子業是從哪裡發展的 是從那時候內政副長是領陽港 他取締大型電動開始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現在所有那些電子業 就是包括 包括林百里 包括 包括 這個 就是 威斯仁跟他老闆 他們是經濟的 然後等等 那一整地的人 全部那時候都是做大型電動房主機買 那可是突然一夜之間都沒有生意做 所以怎麼辦 他們只會做這個 這個經濟電路 所以 只好開始去訪當時剛出來的PC 就是個人電腦 他們先訪了蘋果二號 被假如是告到死 所以只好去訪IBM PC 因為IBM不告 然後所以 就是 就是 有一大堆的 就是所謂的 IBM相容的PC 做出來 然後 一直到 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那些 那個 所謂的電子業的那個大 大廠老闆 全部都是這樣 我不相信李柏寧 是去跟你講說 你應該去一旦的電動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呢 所謂的這個 我可以去計畫說 要扶植哪個產業 有時候 無心插流的結果 都比這個計畫要很好 那 給應這樣的話 看到現在我們有什麼 呃 之前叫什麼 之前叫什麼 之前叫兩兆雙星讀 現在變成 你們知道兩兆雙星讀是哪個 兩個星讀 一個是D-Ray 然後 一個是 面白 對 一個是面白 一個是 動態記憶體 另外一個是 液晶面白 現在是 載物兩兆 然後 兩顆流星 那 可是就是說 不要以為 只有阿扁的時代 會 會做這種事情 那 其實你往前看的話 其實這種事情 多的是 即使是 十大建設 欸 十大建設 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 中間高速公共太小 四縣大縮三縣大縮 我 我 我就是這樣問 為什麼 大煉鋼場 跟 大造船場 都要放在高雄 超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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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台運 以前的規劃 我想他們以前的規劃 是當然是希望練出來的鋼去造船 可是 中鋼其實現在都還不錯 至少有在賺錢 那個 那個中船 現在是台船 這之前就是 賠得 賠得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中鋼的鋼沒有辦法造船 可以造船的鋼不是隨便的鋼 可以造船的鋼不是隨便的鋼 最明顯的故事是鐵拉尼 就是鐵拉尼之後 我們就馬上發現說 就是鐵拉尼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那個 他用的鋼不夠 不夠 那個 他太脆了 所以結果就是說 他進水進太多的時候 他整個就折斷 然後就一下就沈下去 所以從此之後 他們所有造船的鋼一定 一定必須要是品質要夠好 他不能那麼隨 不然的話 那個 就變成鐵拉尼 那可是中鋼的鋼是 是沒有辦法造船 不是說潛艦國造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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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所以你馬上可以問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說到潛艦國造 可是請問 我們有沒有那個 對 就是最後規劃的部分 就好像說 我們上個月發生這個 我們也不知道 上兩個禮拜發生過 這個 這個熊蜂山道 熊蜂山道 熊蜂山道是我們自製的 可是請問我們 如果我們真的要大量量產的話 有沒有可能 有哪一些的關鍵的零件 是我們必須要去跟誰 有一些是機密 有一些不是機密 可是顯然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零件 全部是我們台灣 有這個製造能力 那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做什麼 跟不能做什麼 這邊其實有一些 是很大的問題 意思是說呢 你希望計劃達到什麼事情 跟你實際上達得到什麼後果 其實 這邊可能是有一個落差 那 好 這邊我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 你直接這樣想 就是說呢 說老實話 政府官員也是人 那 請問政府官員買股票 會不會比一般人 或者是比那些專業的投資人 更會 內線消息 好問題 有越多內線消息 是不是越好 不好 為什麼不好 不公平 不是不是 當然對別人不公平 可是對那個人自己好不好 會被抓到 會被抓到 可是 好 我告訴你 在我自己做的研究裡面 我有看過有一個研究 他們專門在研究這個工作 那 因為內線消息 是不是非法 所以他不能在 在現實的市場上做 所以他是在實驗室裡面 產生這個 這個一個 一個在控制的市場 所以是 所以跟現實沒有關係 然後他們真的就是做內線了 就是說 所以這個交易者 他是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交易者知道 這個公司的 未來一期的獲利 這個交易者知道兩期 他知道三期 他知道四期 他知道五期 然後他們就交易 你猜結果是什麼 知道五期的那個是賺最多 這個 他就是內線 就是不公平 就是內線 可是你知道嗎 什麼都不知道的 不是賠最慘 對 可是問題是 資訊最不對稱的是 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他不是賠最慘 那誰賠最慘 賠最慘的是 那個只知道三期的 對 不知道不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是因為他會用兩三起來 預告未來什麼 好 關鍵在這裡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對 就是 你自然不敢亂 可是呢 如果你是知道兩三期的時候 你覺得 欸 我有內線 我比那個只知道一期 不知道了 要厲害 所以我要 我要用我的消息來拿 可是 這個沒有錯 當這個 就是 貨利越來越好 股價上漲的時候 這個當然 就是 你比他們厲害 我問到下一個問 你知道說 接下來不太好 趕快買 好 好 問題來 股價上漲到觸底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 上漲到最上漲到跌峰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欸對 就是未來的貨利率 繼續上升兩次 三次之後 第四 第五會不會很容易下降 那 那個五期的內線 他知道 他知道說 欸要反轉 所以這是 這是拋售的 好 這個只知道兩期三期的 他看到 欸 繼續往上 他就繼續往 那所以他就剛好 買在 什麼 高點 就被那個五期的給 給 就說 五期的拋出來 就被這個只知道 兩三期的給買到 好 反過來講 當這個 股價的觸底要反彈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看到說 欸這個 這個價錢 那個五期的內線 就知道說 所以接下來 下一期不好 再下一期不好 再下一期不好 可是之後 第四期會往上 第五期會往上 哦 所以這個是 逢低買進的好時機 可是呢 那個只知道兩三期 他只看到說 這一期下一期不好 再下一期不好 再第三期不好 所以他就繼續拋售 所以他就會賣在 對 對 對 如果你有任何股市投資的 知識的話 你就知道說 這個 最忌諱的就是 買在高低 跟賣在低 那所以結果是說 他們實證做出來 就說 那個什麼都不知道的 反而就是說 呃 就是不賺貨 那個 知道最多的內線 那個知道五期的是 賺最多的 可是賠最長 是那個 自以為知道 可是其實就是 就是被那個真正內線 噴殺的 那些 我後來開玩笑說 這個 每一堂這個投資學的課 都應該直接做這個實驗 那做完了之後 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是菜籃組 或者是 你就算是 呃 你覺得你有內線的時候 呃 你也要記得這件事情 意思是說 除非你是真正的內線 不然的話 對 就是 你要很小心 因為就是 呃 沒有錯 資訊是不對稱 可是問題是說 並不是 那個最不對稱的人 會死的最慘 說不定 反而是那個 自以為 自己知道一些 可是 呃 你要預估 請問 未來五年 十年 下一個 明星產業是什麼 請問 政府官員 是哪一個 如果政府官員是真的是那個 那個 知道前面有未來五期的 那個真正內線的話 那 那沒問題啊 他拉牌就好 對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這樣 那他幹嘛當官 他自己去撞投就 就好了 那可是問題是 如果 即使我們的政府官員 不是那個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 他如果是在第二 第三期的時候 那 他到底是 是會聰明到 那個 他可以正確的運用 這個一點點 可是又不夠的資訊 還是他剛好就是被 搞到那個 買在高點 然後 賣在低點 被 被撞得最慘 這個就變成是 一個問題 好 那所以 那過去的辦法 過去的辦法 是說 沒關係 我知道一點點 這個電子業很好 或者 什麼 我們就試試看 那他們通常的運用法 就是 第一 減稅 第二 就是 給你 水電優惠 然後第三 就是 怎麼做到減稅 跟水電優惠 就是 蓋一個園區 所以現在台灣 一大堆園區 到處都是園區 好 所以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選到底 或選對 產業 這當然就變成一個 大的問題 當然 譬如說 你 有一些無性 插流還不錯 像新竹的園區 看起來 現在是不錯 那可是到底是 真的是 你這個 英明的 這個高瞻園圖 規劃還是 還是正好 無性插流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問題 好 可是問題是 這樣的政策 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Google為什麼要來台灣 設立資料中心 便宜的水 因為台灣的電購便宜 因為知道鄭隆平最花的就是 你以為 你以為 雲端真的是雲端嗎 不是啦 雲端就是 就是一個貨櫃一個貨櫃的 那個主機板 跟 跟那些電腦 那 那所以全部都是吃電 然後 然後需要 需要數 那 台灣的話 就是不過有來投資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開研發東西 他是資料中心 當然就是因為台灣人 有水電的便宜 可是問題來 台灣的水電 非常的便宜 結果是什麼 第一個是說 他吸引來的產業就是 就是 就是所謂的高耗能產業 那個 我們的能源局很聰明 他叫做 能源密集產業 可是其實就是高耗能產業 那所以你吸引就是這樣的產業 那 對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水電很便宜 所以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用 民生用水的用水量 是非常大的 然後 如果你去來雨 就知道 有些人他們來雨 在來雨是開冷氣 20小時都不關 那 原因是他們 他們 因為台電回饋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電費是 所以就有說 那我幹嘛關 氣板 20小時乾 這樣子 那所以就會 就會有這個浪費的問題 那 另外就是說 說老實話 你這樣吸引來的 全部都是高耗能產業 那這個到底 對於我們的產業生體 到底是不是 一件好事情 其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困難 就是為什麼缺水限電會是一個問題 可是其實這邊跟我們的工業用電 工業用水的水價電價其實是有很大的觀念 那當然以前可能覺得說 反正我們蓋了這麼多電廠 那所以 沒有人來用 沒有人來用很可惜 那 那所以 趕快 就是說工業用電 大概是用電給優惠 然後吸引大家 可是問題是 現在 大家一天到晚 擔心的是 便不夠用 那這個時候 你還要繼續維持 這樣子的優惠 這個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 需要 這變成是需要健康 好 那所以 就是說過去的都用這套 那 這套的問題是什麼 這套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是說 到底選有沒有選對 是一個大問題 再來是說 你要提供這個優惠 好 我剛剛只有講水電 可是你減稅的話 就變成是說 對 台積電就不用講稅 可是那個 稅負的負擔總共是在 這個 就是 拿薪水的 這個 這個 壽薪階級上面 那 這個 這個就有 額外的 就是所謂的 所得不均的問題 那為什麼 講稅都是我在講 然後 然後這些大碼 都不用講 這個問題都會出來 那 可是更重要的是 怎樣 等一下 被清典 是 未來五年 十年 這個什麼 兩造雙星 現在是什麼 新無 無大優星產業 還有什麼 生計 又是什麼 對 對對對 好 被點名是這些 下一個 明星產業的 當然就 就可以想做這些好事 可是其他的咧 那就看你 新的產業 我們有辦法 說服他 晚餐之豪 或者是你有辦法 誰 等等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說 我們願意承認說 下一個 新的產業 到底哪一個 會是下一個 Google 下一個 FB 或者是下一個 正天堂 對 對啊 我 今天知道正天堂 現在變成是 這個股價 就一飛沖天 因為這個 BOTIMAN GO 是這個 對這個下一個 可是問題是不是好 問題是說 請問 有任何人 厲害到 任何一個正貴 厲害到 告訴人家 你 你就是去壓 那個正天堂 那 所以就是說 這邊變成是說 一方面 就是說我們 給某一些 產業有好處 可是 那些 無心插流的 如果 我們有一大堆的 行政材料權 這個 障礙法會擋住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 去發展出來 那 所以這個 你扶植的 都是扶不起的阿平 然後那個 無心插流的 你也不讓他起來 那就 就全部卡死 好 那 另外一個 剛剛有講的 不能推 不能討論 爭議性的政策 有人說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 只問 地場 不問市內 那 或者說 你如果看 就是 任何的政治問題 討論到最後就是 反正就是 兩邊 先核各業有的事 然後 就沒有了 那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好 比如說 不管我剛剛說 匯癒的問題 那 這邊就是 如果 你要提高匯癒的話 那 對某些人是好事 對某些人是壞事 那 可是 這邊是需要一個 可以大家坐下來討論 好好的講清楚 問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問題 然後怎麼辦 的一個情況 其實 所有的 像是 像是 不管是服貿貨貨 你要 現在說 新的說 要加入TPP 或者是什麼樣的 開放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一樣的問題 對 請問 簽了服貿 誰得到好處 得到什麼 哪一些人 會 會蒙受損失 損失 損失有多大 然後 那到底這個 好處是不是 比損失要安得好 或者說 政府應該要怎樣做 做一個 這種 我去課稅 去課這些得到好處的人 拿了稅去 去幫助這些 得到損失的人 等等 這個都是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 政策討論的一個過程 那 在某個意義上 你問我 會告訴你說 會有太陽的話 當然就是因為 這個整個討論的過程 就是不存在 到一個程度 最後就是 大家決定說 我們直接翻桌 那 那 就會造成這個情況 對 所以呢 那 最明顯的就是 是 所有的 像我們的年紀改革 到現在 都還繼續走 那 就是因為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 這樣子 那 對 所以不管是 否則 那 否則 我們 其實我們現在有大的問題 說 為什麼會有財務缺口 當然就是 大家都是怪說 是 政客一直喊架 就是 就是 批命的 推出新的社會福利政策 可是 沒有講 錢從哪裡來 然後 所以就 就造成這個財務缺口 這樣子 那 在某個意義上 其實等於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 可以討論 好 我們要推 比如說 老人年金 我們要推這個 這個60歲 60歲以上全部給裝價 那 那我們先討論說 這個成本 有多少 然後 那個 對 就是說錢要從哪裡來 這樣我們才能夠討論 那我有個問題 可能是因為我心境又不足啊 是因為 就我所思 歐美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 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可能比台灣還要誇張很多 那為什麼 好 我 我直接這樣講 洛杉磯要蓋一條 超 超 洛杉磯要蓋一條新的捷運 市長提出來的 的政策就是說 營業稅多一點 那所以說 你願不願 就是說 我們政策討論 你願不願意把成本 講出來 你願不願意討論說 這個 好我們要多蓋一條捷運 那這個 這個成本是 如果營業稅多一點 爬還是說 或者說要多 爬還是什麼 這個錢從哪裡來 這件事情 必須要 有辦法誠實的揭露 真實的講 而不是說 喔 這個每天 每個月講一點點 三年段就完本喔 那 對 對 那 那 所以 我 身為 國立大學的教授 我不認為我領得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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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公保的退休金 因為你看過那個計算你就知道說這個顯然是一個老鼠櫃 那所以這邊的問題不是說什麼針對軍公教 這邊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軍公教 在欺負像我這種三十歲到五十歲的軍公教 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我後來每次都覺得非常的奇怪 有時候就是那個出來反對就是這個年輕感的 全部都是年輕的軍公教 我會生效 因為就是說明明這是一個強迫參加的老死會 那可是就是說這個必須是 就是要有一個辦法 可以把所有的成本都擔開來講 然後我們來問說好 所以現在怎麼辦 這都是經濟學家的效應分析 可是我們就講到你們說 有些人覺得有些東西太神聖不可以定價 這個是最大的惡努 對 當然有些東西太神聖不可以定價 對 所以我這邊講的所謂的要誠實的問題 因為就是說我們這邊講的任何一個政策 它都要花錢 政府都要編預算 我先 我贊成開源 那開源就一分 你要先開源才有東西能分析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要怎麼要命經濟 我先講啊 我覺得目前全球景氣又是在不抓一起 只有一個地方的某一些階層的人 他完全不受景氣人呼的影響 他是具有高財數 為什麼 因為他的錢是靠他的體制裡面的幣端 然後偷來搶來 那某在原體器官 古本生意賺來的 你要怎麼跟他拚 你景氣差 全球景氣差 他的錢還是這麼多 他可以買 他可以買 但是他又不手機用 他從來又不手機用 然後Eva不是不能簽啊 問題是怎麼簽啊 問題是他們是怎麼簽的 馬先生正前換將啊 Eva簽了以後 我們台灣的產業連死四季黑啊 那你說不貌跟後貌 我不是說能不能簽 你在Eva的家後以下你要怎麼簽啊 好 那接下來 TPP什麼什麼 我不是經濟學者 但是我常常覺得 事實在的很久 前一陣子我看到有一個很不錯的消息 就是日本有一位外交官 他把我們的香蕉用產地直銷的方法 送到日本當營養育餐 而這個時候的同時呢 他是一個日本的外交的基層外交官員 而這個時候的同時 我們的外交部長他怎麼做 我沒有錢啊 喔 我們的錢都花光了 沒有外交經費啊 我們沒有錢搞外交啊 喔 我們這是台灣的外交 真的是沒有錢沒有路 請問一下 我們的錢沒有錯 馬正不用玩了 可是問題是台灣的能見度是高還是低 如果有問題你想要請問老師什麼問題 我想要請問老師的是 老師您覺得 新政府怎麼樣拼經濟 您這樣直接名獎吧 好 謝謝 不好意思我打斷一下 在老師繼續之前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不多了 那我不知道老師還有多少 那因為幫大家有這麼多的討論 我覺得至少 至少我們現在至少達至一個共識 好比說在原定的就能辦之後 我們如果是再延長 十道是能夠保持這個問題 但是就把所有要討論的問題 討論的問題 謝謝 好 那個 好 所以 先 所以我自己認為的就是 目前我們看到的問題有幾個原因 我現在歸納一個大的原因 第一個是絕對基本主義的老闆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過去的那種產業體貼 其實是有問題的 然後第三個是說 沒有辦法理性的討論 真意性的政策 形成構思 那所以針對這三個原因 我要提出三件事情是應該要做的 是 第一件事情 是拼政治 這件事情應該連國民黨都應該要同意 是呢 國民黨貴黨的總理 認為說人民有 選舉罷免創制復決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 把選舉創成創制復決的權利交給人民 如果你看到台灣任何的 台灣實際上的選霸法的執行 跟所謂的公投法的執行 你就知道 台灣人其實只有 只有四年一次的選舉 一天的選舉權 那個霸免想要霸都爆掉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創制復決 從來沒有真的成功過 那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新政府現在就需要做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現在要逼他們做的話 過了一兩年之後 他們就不會贏 直到就是四年之後的那個 的那一支之後 他們才會贏 所以 這是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先做的 在某種意義上 你問我我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會有太陽花 原因就是因為說 就是因為 這權利就不在 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 如果真的 EKFA是完全被贏 那個福茂是真的被民意的話 那應該會有一堆的 支持福茂的被罷了 那可是事實上就是 你連那個什麼哥蘭偉 要 要 達到嚴肅門檻 都是 都是做得到 好 那而且就是 如果真的福茂 有這麼多的爭議要討論 對不對 那最後 你可以交付共同 那可是現在的話就是說 這個 你要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 所以就是 很多的討論 好像年齡改革 年齡改革如果真的 就是我們就是承認說 對於幾歲以上 幾十歲以上的人 會有一些損失 然後對於幾十歲以下 現在 現在 要怎麼樣 那 那就 就必須大概來講 大概來討論 當然 共和不是萬鈴丹 那個Brexit 你就知道 對 可是就是說 你沒有那樣子的討論空間的話 就變成是現況 就是說 所有的真意心的東西 空都不用討論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定政治 那 第二件事情是說 不要想當上帝 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你不要自以為天中一名 你可以 你是那個真正的內線 你可以去清點 那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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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講說 就是說 我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這個 這個第二階段 推真 這個口試 或者是變成資料 要怎麼做的話 不要那樣做 就對了 對 那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說 第一 有多半不會成功 就是說你的兩兆雙新 最後變成是兩個遊戲 可是 如果成功了 是什麼 成功了 是助長群奈資本主義 是 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 在這種意義上 就是說 你要 就是你要了解說 對 政府沒有一個政府官員 是上帝 沒有沒有 沒有 不要去相信說 別人都不行 沒關係 我一定可以 雖然我常開玩笑說 對 剛剛有人問我說 就說 那個 據說 在 政策黨裡面 有兩派的選擇 老一輩的是開發派 年輕的是 分配派 我說呢 其實 你有選擇性偏誤 因為 所有去的人 全部都是認為自己可以當上帝 所以他們 他們才願意去 那 像我這種 的話 我會老實地承認說 我不是上帝 所以 那個 你不要 你不要想問我 說 下一個明信產業是哪一個 因為 對 就是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預設說 有一個人知道說 下一個明信產業是什麼 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就是 這樣的話 沒有人會找我去當 因為 我就說 不要做 那 可是 要做什麼 所以 一個 不要當上帝 那要做什麼 是 不要帶上 是不要帶上母線 什麼意思呢 是 你要去減少 行政產業權 對所有的產業 要適合 所以 你提供一個公平的 這個 競爭的 競爭的環境 跟統治環境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 是更重要 那 可是就是說 這個 您問我說 這個要怎麼做 等於是說 這邊在我意義上 其實也是說 我不要去帶上那個明信 我不要去想像說 對 我要去看 這邊哪一個最有潛力 我要栽培它 然後 讓它可能 可以成為下一個明星 那 應該是說 我要對 我希望可以對所有的 所有的 特別是 這個東西 對於新創公司 最重要 因為新創公司 剛出來的時候 它到底有什麼 它也沒有錢 也沒有人 它只有一個 一個idea 一個夢想 那 對 那所以 你需要的是說 讓 要有一個環境 是讓 我有好的idea 我可以讓這個夢想 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 如果 如果一開始可以做得好 然後 然後可以獲利 然後可以賺錢 那 它就有可能 它會變成是下一個部分 或者是下一個facebook 或什麼之類的 那 可是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環境的話 那 什麼 什麼台灣系統 對 就是說 那個帶上國界的結果 就是 每一個帶上國界的人 最後 即使它是為了好事情 要帶上 為了好的事情 要帶上國界 最後都是被那個魔界的影響來服飾 那個 在魔界裡面 蓋道夫特別跟Photo講說 你不要試探我 因為 他知道說 如果他帶上了魔界的結果 是說 他會為了他心目中的正義 出去做 可是 其實 其實 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危險 好 那講究問說 竟然怎麼都是政治 怎麼都是政治 原因非常簡單 從題目上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是 你是 叫 問說 新政府怎麼樣來拼 拼經濟的話 這個當然是政治問題啊 那所以 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 如果我只有一張slide 一分鐘告訴你的話 第一個是說 政治人物你就乖乖的拼政治啦 不要幻想可以拼經濟 不要當上帝 然後 如果你是業者的話 對 不要想說 你要靠政府吃飯 好好的拼經濟 那最後 人民怎麼辦 我告訴你 這個是 共產黨的國際格 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本類的信徒 所以靠我們自主 所以 對 有一批是開發派 一批是分配派 那我的話就是共產黨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我沒想到 剛剛跟大家達成共識說 可以演唱十道 所以我們 只演唱了兩分鐘 大家希望 就直接自己來包圍老師 還是有問題 想要 現場提出來 讓老師回來 好 那我們就先三個問題 按照視頻 跟妳 好 妳好 我想就是 其實老師的論點 就反映到是 反映到是 反映到自由主義的 那 如果在那種 發展型國家的 這種 長度來 精進精神的老闆 看說 其實這種 這種的模式 是適合美國的 那 其實我們 因為這 跟產業 我們就是保護政策 那 我們需要的 反而是更強 更大的 去做 所謂的 這個 產業規劃 那台灣過去了什麼 地址會失敗 並不是因為 他想當上 也就是 就是 並不是因為 不可以有人當上 而是 他沒有要好處 也就要能夠當上 那有種說法 就是說 我們拿韓國 你說 韓國 它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派發行國家 它的國家的 對產業 那個 產業的這個 援助的政策 跟符合 其實台灣 還要更天如地 而且他的裙帶 這個主義其實也很強 可是他就能夠發展階級 所以就是 現在有一種不同 算 不是 就是 不能夠當上 也是你根本就沒有去研究 要如何當上 所以 這邊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全世界裙帶自主主義 長的地方 過的是 從 五十年都還是那個樣子的非洲 到就是 最近 三十年一直 不斷的 五趴隱藏基地層 高速基地層上 中國都是 群帶自主主義的範圍 那 可是 正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那個 你問我 我不認為 現在非洲的那些 太子黨 他們不想要當上 那可是就是說 等於說 當上帝的成功率 你整個這樣看的話 其實 對 到底韓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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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其實是需要討論 這是第一個 可是另外是這樣 在某種意義上 其實 你要如何提供好的公平的螺絲環境 這件事情 其實 沒有那麼容易 對 那 呃 在某種意義上 我是把它藏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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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裡面 看 可是這件事情 你要幫他研究說 我要怎麼樣提供一個好的 好的公平的螺絲環境 這件事情本身其實是 就就就 呃 在某種意義上 這是我常常看到的 經理上搞到 最後 你還是想要當上帝 你希望設計一個 好的市場環境 這樣子 那 可是我覺得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說 你 求援兼裁判 跟你 好好的做好裁判的角色 這邊有一個差別是說 因為求援兼裁判的時候 你就有一大堆的利益衝突 那 即使 就是說 你是非常聰明的裁判 也可能 因為你的利益衝突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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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是說 研究怎麼當上帝 這件事情其實是 經濟學的原作 就是 一開始就是 就是 有一個這個 就是 你希望設計一個 更好的情況 這樣子 那 那 在某種意義上 基督徒相信說 那個人 人類是上帝的形象 是反映住上帝的樣子 上帝是這麼 這麼有創意 然後要設計 秩序 規律 所以經濟學的要做這種事情 那 不過又是說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也覺得說 對 不要當上帝 可是 這邊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不要去當那個求援兼裁判 好 我完全可以理解 老師說 那個 就是政府想要 扮演上帝這個動機 那 相反的過來說 也是人民也期待了 我們可以 像上帝一樣完美的政府 這個 誘因非常的大 以至於人很難去抗拒 那 我就在想說 那要怎麼抗拒 這個問題很大 那我把它聚焦在 老師的身上好了 七月對很多老師來說 都是放榜的日子 科技部放榜 他集中了一些錢 集中 然後發給特定語域的老師 或特定的教授 所以在國家學術研究發展 這個領域 科技部就扮演了上帝 那作為一個經濟學的老師 你怎麼抗拒這個誘惑 或你怎麼去理解這個機制 去改動它 另一個就是 國家有時候是被迫敗一個上帝 比如說 台灣有國家有什麼問題 有國防的問題 那 比如說好 我們要建一個海軍 那要做潛艦 還是用飛彈就好 還是要走大線巨砲主義 這個東西好像國家不能說 我不要扮演上帝 我都不管 他還是繼續扮演某種程度的角色 那這個界線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畫出這兩個問題 謝謝 好 所以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就是好 我身為一個教授 我在受到政府的魔掌下 的這個學術環境下 我要怎麼辦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說 對於有一些是需要 由國家來投資的 比如說國法的話 那這個要講 好 第一個的話 我 我 我拿一個更好 更誇張的故事來告訴你 你知道嗎 我在台大教的課 現在全部是英語授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台大沒有 台大只有管理學院 規定要英語授課 可是那個 台大的 一般的只有 鼓勵大家英語授課 你知道為什麼 台大校方要鼓勵大家 英語授課 為什麼要國際化 為什麼要國際化 台大是為了 因為他收了一大多萬塊的一萬級生 所以他需要 有一萬級生要有課上 所以要無益做課 可是為什麼 台大要收萬級生 是不怕的 因為 因為 原因是因為 某一些的排名 分數裡面 有一項是叫做國際化的程度 他看來是 你的教授 學生 等等 這個外籍的比例有多高 那據說 有這樣子的 所有的 大英帝國 之前的殖民地 那些地方都特別高 就是香港有 新加坡 那原因大概 就是他 有殖民地的傳統 所以 有很多 所以 所以 等於說 學校是為了拼這個 某些 某些的排名 他們要衝高 他們別的東西 教授要拼怪 關閣教授的問題 所以他們只好 拼外籍生的 人數 那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 鼓勵大家 開 藝壽課 那我怎麼辦 我說好啊 我 衝 我 說好啊 你要 你要外籍 你要我開英語修 對不對 沒問題 我也有 我的 我的目標 是我要開一個 跟 跟國外 一模一樣的 英語修 英語教學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不相信台大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 是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而且也確實台大有很多學生他們畢業之後 是要到外商 是要到國外工作 或者是出國留學 那我說好 沒問題 我就完全按照國外的方式來打造這個課程 那沒有錯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我還是屈服於這個教育 或者是這個學校的這個這個國長來 來開這個外商的英語授課的課程 可是呢我利用這個機會 等於說好吧那沒關係 我就開一個這樣可以來達成目標的一個課程 那所以比如說我開大一清學的 相較於我的同事 我的班是最小的 因為大家可以自由選班 然後我們用我的班 然後有院士 有名嘴 有這個 對 沒關係啊 我的大一清學一百多個人 是選台大完譽作課就大班 那反正就是說能不能自己選擇 那你願意嘗試 那就做哪嘗試 那反正就是說 不是說我的班只有二十個人 這樣難看 這樣就可以 所以同樣的就是說 面對整個大的環境的壓迫的時候 或是大的體制的時候 那你可以問的問題是說 在這樣子的現實下 有什麼是你可以去突破的 然後因為就是說 意思是說你也要有你的agenda 你的目標 然後你設定了一個目標 然後是可以在這樣子的 的體制下 還是至少可以達到一部分的目的 然後你去嘗試 那對 剛剛在示範的時候有個文告訴我說 哪一個新啊都很爛 之類的 我說對 我說在一個不好的環境下 那就是你覺得很爛 這個環境是死難的 那可是反過來講 你應該真的要去嘗試的是看 去敬佩那些在那些不好的環境下 他還是願意嘗試去做一些堅持 做一些改變 沒有錯 每一個人都面對同樣的上野政策 可是你的下野對策是什麼 你可以選擇水波族流 你也可以選擇當中立體制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當自殺艦隊 這個有不同的那個 那可是就是說 在這個從水波族流到自殺艦隊中間 這邊有很多的選項 是你可以問說 給定這個現實是這樣 那我可以怎麼樣子來找到突破點 然後去居住回應 那這個我學會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大陸都看過 有那個很誇張的長官 他在中華民國陸軍這麼爛的單位 這麼糟糕的單位 他都有辦法可以做自己 他總是可以找到 那個可以去扭轉整個體制的 關鍵的突破點 然後去做出 在他能夠做的範圍之內的改變 我當時 大陸都覺得 這種人不當國防部長實在太可惜了 對 那 不過就是 後來 至少到現在 他還不然可以幫他們 所以 對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可是 從那個經驗 我的體認是說 如果那麼爛的組 如果那麼招標的組織 都有辦法 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 在我說成的 這個 這個體制 或環境 沒有到那麼爛之前 我不太應該 不太應該 抗議 就是說 我還是應該沒找到 就是突破的地方 然後去做我的堅持 然後來做我的事情 哇 對不起 這個回答就太長了 好 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真的快到 你這樣一個問題 會超過抱歉 沒有沒有 真的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 還有其他問題 請大家就自己來找老師問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來預告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要講的 是跟男孩有關的意見 好的 有興趣幫大家帶來 謝謝